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1 News 今日说一宗非常激烈的新闻 之前我和同事准备了这四个大字 有没有搞错 真的有没有搞错 说的是香港足球代表队教练Garry Wright 他昨晚通知足球主席梁孔德 就说他就要离队了 这件事的过程我们回带去听一听 看一看状况是怎样的 根据梁孔德主席所说 他在昨天接到Garry Wright要离队的通知 梁孔德就说他对Garry Wright执教的港队 觉得是很好的 激发出球员的斗志 第二也令到教练团的本地教练获益 很奇怪 如果你觉得他教得不好 那你有没有挽留他呢? 如果没有挽留他的话 你又何必觉得他教得好 教得好而不挽留又代表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 第二个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年薪二百万的职位 香港足球代表队的教练 其实呢 虽然不是说 一个跟外国的足球教练比较 当然没得比 但是呢 由于上一任的教练金盘坤 有一个挺好的表现 还有呢 他的下一站 去了南韩做国家队的技术总监 所以呢 香港教练这个职位呢 其实呢 都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但是很奇怪 他跟足球的合约呢 竟然是 说走就走得的 在试用期上面呢 据悉 原来呢 就是不需要赔钱的 那所以呢 就新球会呢 是不用向足球赔偿的 那呢 而且呢 根据梁孔德主席所说 他就说 啊 韦特呢 即是Gaby Wright 就在日本呢 就有很好的机会 而他呢 即将呢 就执教的球会呢 就将会日内就公布消息 而足总呢 就会尽快呢 重新呢 推行呢 全球的招聘程序的了 这一个呢 我觉得呢 梁主席呢 其实好像是帮着 Gaby Wright的下一队的 新东家呢 去买广告那样 为什麽 他会 新的一个球会的这个加盟消息 要在梁孔德主席的口里面说出来的呢 这个是令我大话不解的 第三就是说 究竟其实 我想呢 即是一间所谓有 稍为有些规模的公司 都好 你请一个百万年薪的人 的同事的话 其实你们签的合约 是不是又真是 可以说说走就走 那对于 双方来说 其实那冲击又是否太大呢 在今次这件事来说 其实就令我看得到就是 究竟足总和Gaby Wright之间 那个签的合约呢 就真是相当之特别 跟我们一般商界 或者我们就是 譬如是 就算政府都好 我想就算是你试用期 都应该有七日通知期吧 你即日就走了 那代表什麽呢 再说 好 其实香港政府呢 在过去那十年呢 在香港足球这个运动上面呢 亦都出了不少力的 根据呢 张建宗这个政务司司长呢 在今年之前说过呢 从这个凤凰计划 一路开始呢 过去那十年呢 香港是投放了三亿呢 是给这个足球的运动发展的 那究竟 我们在过去这十年里面 又有什麽得着呢 其实我觉得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金融地产 或者我们的经济发展呢 全部都在一个前列的位置 那在足球运动上面呢 我们由八十年到开始呢 就可以说呢 是一步退过一步 一步就比一步更加艰难 现在连请教练呢 都搞到这麽糊里糊涂 竟然可以请了回来之后 教了三个月了 然后可以即走的 老实说啊 令人大话不解的就是说 如果他都已经教了三个月以上呢 其实他是不是应该都有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期限才能走呢 如果他未够三个月了 是不是都应该要一个月才能走呢 而不是昨晚通知你就可以今天走呢 再说其实这次请香港教练用的是公帑 我觉得政府在这件事上面呢 从来呢 今天已经整天这麽长 我录这个节目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是夜晚的九点半了 都仍然是没有出过声的 那究竟这个的香港足球代表队教练的工资呢 其实就由纳税人去出了了 那不过为什么帮我们把关的公布 又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事 然后就由纳税人去说 由纳税人继续再自言其说 就说他们何时会再请新教练 就说未来都要再请多几个月了 那是这样的呢 其实最后一样东西呢 我都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呢 我觉得都挺有些黑色幽默的里面 就是呢 在纳税人的Facebook里面 刚刚12月7号的时候 还有一个post 叫做The Revolution 就是韦特革命 他就打算出T-shirt 或者一些卫衣 就用来迎接 这个圣诞节期间 足总的职员就会推出T-shirt 发售的详程就未知了 不过现在看来呢 这本T-shirt呢 可能就要来和Gary Wright送行 就对些了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下次再谈个 我们下期再见 填膜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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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